我们上一课学过一个概念 叫做咸识functions functions就像一个箱 这个箱就放了一些不同的指令 然后我们每次用的时候就整个箱用 一执行这个箱就执行里面这一串 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箱可以重复使用 即是不用每次用相同的指令 要重新拉出来 然后整个箱放在这里 重复用五次的箱 就执行咸识五次 我们今次再进一步 就会学这个咸识 不过今次是有参数的 即是说除了箱之外 箱还可以设定一些数字 令到它用不同的数字 执行一堆指令 我们开始看一下 我会示范四关的 先看一下第二关 你看到它说要你创建一个 叫做jaw triangle 的一个咸识 即是画三角形的咸识 我们看看咸识这里 就要建立一个咸识 那我们用回相同的名字 jaw triangle 这个咸识就叫做画三角形 然后它问你咸识用来做什么 你可以用回相同的名字做说明 然后画一个三角形 边长是五十 所以我们就要向前 五十 然后向前来到这里之后 要转左 转左到外面这个角 应该是一百二十度 所以动作要转左 一百二十度 所以就会屈上去 这个就是第一步 然后要重复三次画到这里 所以我们要用回圈 好 这个jaw triangle 的咸识就设定好了 每次一执行这个jaw triangle 它就会画这个三角形 重复三次向前五十 左转一百二十 那我们就执行它 温行的时候 就用我们已经写好的咸识 这个没有学到新的参数放进去的 纯粹是重温上一次 用的咸识的一个概念 一个双的概念 好 接着我会示范第六关 好第六关 就要画三个形状 它今次用到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length 于是我们输入一个数 就可以将我们的咸识里面 用不同的数字来画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你看到这里 就有绿色的这三个 这三个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咸识 我们按入去编辑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画过三角形 说明 然后它问你有什么参数 那就是刚刚讲的length 长度就有参数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式 重复三次画三角形 然后向前行 不是向前行一百像素 而是给一个变数length 然后向左转360度除以3 于是我们知道它不画死一个长度 原来每次执行这个咸识的时候 要给一个长度 现在length是一百 好 如果是这样执行的话 那我们试下这个有参数的咸识 好 那你就看到画了一个三角形 换言之它里面不用死一个数字 而是用一个变数 于是你用这个咸识的时候 就可以改变这个变数了 例如 length变了二百 那你都可以想象到 应该画出来的三角形大了 于是我们的咸识就比较灵活些了 不用限死某些数字 每次用咸识用不同的数字放进去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这部分 那我们对回题目了 那它的长度是一百 那就做了这部分 然后跟着就画这一个 正方形 正方形我们又看一下里面 那同样有一个link的参数 移动向前用link不画死一个数字 那这个正方形的边场都是一百像数 那所以呢 这里都是一百啦 换言之link是等于一百 然后里面就重复四次向前一百 左转360度除以四 那就是90度啦 那应该就画这个啦 最后跳跃了140 即是来到这里 在这里就画这个六边形 六边形的边场是75像数 那我们就看一下里面啦 同样是用一个变数 而不会讲明它的长度是多少 那所以如果六边形的长度是75像数 那所以我们就告诉你link等于70啦 那应该就可以啦 那完成了第六关 那我们呢 首次尝试了整个咸色之外呢 里面用变数不用死一个数 然后在用咸色的时候呢 用不同的参数 就可以画到不同的形状 或者不同的东西出来啦 好那我们接下来示范第十关的 第十关呢好像很简单 画一个六边形 那它就说建立一个 Jaw Hexagon的色 那我们就先做了一个 色先啦 建立一个色 一个名字 那它问你用来做什么呢 可以都是用一个名字来说明啦 然后它说里面有一个length的参数 即是说呢 这个长度又是不讲死的 而是用一个呢 可以变动的参数 那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length的参数啦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参数摆内啦 那你当然要懂得画这个六边形啦 然后呢 向前行 不讲明是多少 用length 然后 去到这一点 转了向上 即是转了去左边 转了多少呢 即是要看看这里是多少 那外国之和360 随意六条边 那即是呢 向左转60度啦 好这样就来到这里 转了向上 然后重复六次啦 那所以我们要回圈重复六次啦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draw a hexagon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用一用它啦 好啦 这里要告诉它 这个长度的参数是多少 长度是100 那所以我们要告诉它 长度 是100 那就完成了啦 好那你见到我们这里呢 试了制作一个颜色 而且呢 用一个参数放下去 不讲死某一个数字 然后用的时候才进入一个数字 给它啦 好那最后我会示范第十四关的 第十四关呢 看起来就复杂点啦 但其实都是画这些多边形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啦 它说需要编辑一个draw a polygon 画一个多边形的颜色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draw a polygon 它已经整好了的颜色 里面是怎样的 那你见到个名啦 那也都说明 那说明其实可以写可以不写都可以 那我们照复制名进去啦 然后它说呢 有一个叫Size的参数 好了 那Size的参数是怎样的呢 首先 重复Size次 这个是画多边形的 重复Size次 例如这个就是重复三次 这个就是重复四次 这个重复五次 重复六次 所以重复多少次呢 它不用一个固定的数 于是用这个颜色就可以画不同的多边形啦 然后移动向前二百像素 即是每次向前二百像素 然后呢 转了三百六十度除以塞 所有的多边形外角之和都是三百六十 所以三百六十度除以塞 一定是适合转的角度来的 不过问题就是呢 它向前二百呢 跟我们的题目有点不对 它说呢 每个图形的周界是二百像素 即是说 这里三角形三条边夹来是二百 这个正方形四条边夹来是二百 这个五条边夹来是二百 就不是每次的边场是二百 既然每个多边形的周界是二百 那这里怎样可以呢 做到不同的多边形都用得着呢 那当然用变数啦 所以我们应该要将这个二百拔出来啦 它应该不是行二百 这个应该是二百除以三 这个是二百除以四 二百除以五 二百除以六 所以 我们就叫它算啦 向前是多少呢 向前是二百 不过是除喔 不是加喔 除多少呢 除以你有多少条边 三角形就除以三 六边形就除以六 于是我们画出来的周界一定对啦 那这个呢 画多边形呢 有一个参数 就是究竟有多少边场 应该可以了喔 那我们试一下它啦 那你见到这里呢 有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当然就是用来给我们呢 一次过画完四个形状啦 譬如这里是三角形四五六 所以应该呢 由三开始 四五六 即是由六结束啦 三角形开始 六边形结束 然后每次间隔加一 于是 这个counter这个数字呢 一开始就是三 做了一次之后呢 翻上去就是四 然后就五 然后就六 那么循环四次啦 然后我们用这个多边形 多边形的参数是多少呢 这个counter就是画多少边形 我们一开始是三 画三角形 然后四五六 所以这个counter呢 就不是一个不要的数啦 而是应该用我们这个counter啦 第一次就是三 画一个三角形 第二次就是四 画一个四边形 如此类推 那我们运行下去啦 好 那就完成了这个呢 咸色 然后呢 会用参数的示范 其余的关卡呢 就交给你去试下 看下用不同的盒 试下用变数放在里面 然后用的时候 先加一个参数进去 看下可不可以做到其他部分啦